这个女人只是多睡了一会儿 就被刚下班的丈夫一脚踢开 将她狠狠踩在脚下不断揉搓 尽管女人不断地向丈夫求饶 却还是被拖进房间一顿暴走 整个房间充斥着她惨痛的叫声 女人叫美兰 为了还清家里的债务 美兰在酒吧里当陪酒小姐 这天 酒吧里来了个麻烦的客人 换了好几拨姑娘都不满意 老板只好派美兰出场 她亲力的面容 紧一眼就让眼前的男孩坠入了爱河 美兰熟练地给男孩倒酒 两人开始聊起了天 男孩说她是饭食材潜逃至此 惊讶过后 美兰依然继续自己的工作 两人还互留了联系方式 男孩总会时不时地给美兰发信息 而她却从不在意 这天被再次家暴的美兰 突然翻起了手机里的信息 盯着男孩的照片 美兰似乎想到了些什么 很快她就给老公戴上了绿帽子 临走时 男孩发现了她背上的伤痕 瞬间明白美兰遭到了家暴 因为自己的母亲也有同样的遭遇 她告诉美兰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她扬言要帮助她脱离苦海 回家后美兰就在抽屉里不停地翻找 终于找到了丈夫给自己缴纳的高额保险单 一个计划在心间诞生 美兰利用男孩对自己的爱慕 将丈夫的行踪告知男孩 看着路口走出一个醉醺醺的男人 男孩呼吸急促 然后猛踩油门撞了上去 男人瞬间倒地不起 男孩激动地打来电话告诉她 已经解决了 就在女人幻想着心生时 男孩却说她正将尸体运出去掩埃 精心的谋划被男孩打乱了 这下明明可以立刻到手的高额赔付 要等到五年后才能领取 而此时家里的密码索却响了起来 吓得美兰立刻起身 丈夫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 美兰呆立在原地瑟瑟发抖 以为自己看到了鬼魂 直到丈夫走进了浴室 美兰才反应过来 男孩杀错了人 恰巧此时 男孩却找上了门 男孩兴奋得不知所措 以为自己真的撞死了美兰老公 美兰连忙拉着男孩下了楼 然而 男孩还是太年轻 身陷淋雨也不自知 美兰为了稳住她的情绪 让她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 知道男孩对自己心存爱意 她谎称自己挣到足够的生活费 就会去找她 男孩才听话地离开 一场好好的计划就这样不了了之 自己还莫名地牵扯上罪名 美兰愤怒至极 就连工作也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被丈夫打得面目全非的美兰一来到酒吧 就遭遇客人的纠缠 恰好此时老板严夕闻声赶来 调解中 客人却一巴掌扇了过去 严夕直接抡起瓶子砸回去 此时美兰心里满是感激 严夕一眼就看出美兰脸上的伤势因为家暴 这是第一次有人肯为自己出头 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关心 美兰瞬间热泪盈眶 严夕不仅大气地拿钱让她去医院休养 她谎称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 成功打入了女人的心扉 特别是最后那句 有任何需要就找我 美兰感觉找到了人生的依靠 殊不知 眼前的女人是她生命的终结者 美兰拿着钱就来到了男孩的住宿 此时的男孩像变了一个人 一脸颓废地瘫坐在地 内心的恐惧迫使她产生了幻想 声称自己要去自首 美兰担心会牵扯到自己 连忙提议一起给逝者做法事 这样男孩就不会受折磨了 然而法事做完后 男孩的耳边依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 说着就要去警局自首 此时的美兰已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连忙驾车追上了男孩 美兰慌张地不知所措 恰巧妍希打来电话 没一会儿妍希就来到了事发地 看着被吓傻的美兰 严希淡定地为她分析了目前的情况 首先帮她把车处理掉 这样就失去了所有的线索 为了缓解美兰的紧张 严希带她一起去泡温泉 交谈中严希趁机劝解美兰 趁此把家暴老公也一并除掉 得知美兰的老公买了高额保险 严希更是帮她设计好所有的缓解 制造了一场意外死亡 趁老公喝多将她溺死在浴缸 然后颤抖着给警察打去了电话 美兰尽量表现得伤心过度 成功躲过警察所有的询问 为了感谢严希的帮忙 她懂事地给严希献上了不少的答谢金 可这点钱却无法满足严希的胃口 她嘴里说着自己不图美兰的钱 还热心地要帮美兰逃到国外 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美兰感激地喝下严希为她准备的饮料 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可当她在醒来时 已经躺在了冰冷的案板上手脚无法动态 只见严希举起手里的工具 美兰就被大谢八块扔到了某个湖里 画面一转 严希正在为男友准备丰盛的晚餐 男友泰英是海关的工作人员 自从泰英遇上了严希 她好好的生活瞬间跌入了谷底 严希欠下巨额高利贷后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高利贷的老大只好威胁她还钱 还带她见识了自己手下的各种爱好 泰英请求黑老大给她一周的时间去筹钱 为了保命 泰英想尽了各种办法 于是她瞄准了自己的富豪同学 得知同学带着巨款想通过她从港口逃离韩国 她先是替同学规划好逃跑路线 然后计划在富豪下船后就抢走她的钱 本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可她等来的却是警察在追查富豪同学的消息 巧的是警察竟然还是自己的师哥 师哥掏出同学的照片 泰英却谎称不认识 师哥顿时就察觉到不对 非要缠着她一起吃寿司 面对师哥设的各个陷阱 她都巧妙地圆了回去 直到接到紧急电话 师哥才匆忙离去 一脸疲惫的她终于回到了家里 地上突然出现了高跟鞋 厨房里的延西忙碌着为她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看着她笑得那样开心 泰英瞬间情绪失控朝她咆哮着 延西却不慌不忙地吃起了饭 一步步软化着男人的愤怒 就在她假装离去时 泰英追上去紧紧抱住了她 眼看男人已上钩 延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她谎称自己其实还有些钱 但是银行卡在日本的姨妈家 要泰英帮自己偷渡到日本 好在泰英智商没有丢失 瞬间明白延西只是想再次利用自己 眼看自己的计划暴露 延西又开始迈起了惨 此时门铃响了起来 原来是警察师哥找上门来了 特别是听到女朋友也在 师哥更是厚着脸皮冲了进来 三人喝起了酒 聊天中师哥说 今天在湖边发现了一具被分支的女士 大腿上有一种奇怪的火砂图案 泰英瞬间紧张了起来 因为延西腿上就有这样的图样 女友为了钱竟然敢杀人 泰英慌张得不知所措 恰巧此时家里的酒喝完了 泰英立刻起身要去超市买酒 就在他欢喜地提着酒回来时 却看见延西拖着师哥的尸体 泰英直接愣在了原地两腿发热 自己怎会认识这样的女魔头 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他还是配合延西清理了现场 想着延西的心狠手辣 他决定要搞清楚他的目的 泰英决定偷袭延西 将延西敲晕在地 然后翻出了他的车钥匙 来到车库后泰英四处翻找 终于他在后备箱里 发现了满满的一袋钱 泰英高兴地手足无措 提着钱包就开始跑路 没多久高利贷的老大 就找到了他家里 醒来的延西忙说 自己有很多钱 说着起身去找车钥匙 看着地上散落的东西 才知道男友已经携款而逃了 这边 泰英则来到一家洗浴中心 洗澡前发现自己的烟没了 想请店员帮自己去买烟 可店员不愿搭理他 他只得将包存好后 来到外面的商店买烟 一直以来他都只抽幸运牌的香烟 他总觉得能给自己带来幸运 而今晚的幸运牌香烟带来的 确实不幸 就在他吞晕土雾的瞬间 看见前方车里的人很是熟悉 正是黑老大的手下 他连忙扔掉手里的烟 把腿就跑 现场的众人直接猛了 为了钱赔上性命之余吗 泰英死了 钱的去向也就一无所知了 这天 男人像以往一样检查着储物柜 却意外发现了客人遗落的包 这在浴室里也不算奇怪 于是男人将包提了出来 可这个包的重量却让他难以置信 在好奇心的促使下 男人拉开了拉链 满满一包的钱让男人大惊失色 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此时身后传来同事的声音 他迅速拉上拉链 强装镇定地提着包出来 说这是客人遗落的包 他准备放到储藏室去 男人忐忑不安地进入了储藏室 开始清点钱财 他不敢立刻就把钱带走 只能先将包藏进角落里 回到家里 看见妻子擦拭地上的污渍 男人知道又是母亲的恶作剧 人到中年的他没有自己的事业 上有高龄身患老年痴呆的母亲 身边离不开人 下有上学的女儿 却连学费都还没着落 丈夫晚上在澡堂做工 而妻子则是机场的保洁员 夫妻两位的家庭日夜操劳 可无漏偏逢连夜雨 生活总是让人充满了无奈 外面暴雨连连 妻子还没回来 眼看自己就要迟到了 又不能让母亲独自在家 不得已的他掏出了手机 恳求老板能允许自己玩点包 谁知老板竟直接开除了他 这下男人彻底崩溃了 愤怒的瞬间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包 男人迎着大雨赶到澡堂 就在他提着包要离开时 警察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以为自己暴露了 可警察只是询问 他是否见过照片上的人 好不容易打发了警察 迎面又遇到了毫无人性的老板 此时已经辞职的他说话也硬气了起来 面对老板故意的刁难 他也毫不客气地回怼了回去 成功将钱包运到了家里 看着满地的钱 男人心里止不住地喜悦 但他知道现在还不能让家人知道这件事 将女儿的学费留下后 他拿出家里祖传的箱子 继续将钱藏了起来 几天后老板打电话 让男人去结算剩下的工资 等到了才知道 自己上了老板的当 老板一口咬定是他拿走了钱 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承认 严夕见状也不再逼问 先行离开了 紧张的男人连忙赶回家里 准备给钱换个带衣 谁知严夕和黑老大正注视着他的举动 看着家里进了陌生人 母亲一把抓住严夕的头发 揭穿两人的身份 身后的黑老大无法忍受这样的吵闹声 直接抡起桌上的熨斗 将母子两人砸晕了过去 可他却忽略了身后的严夕 打从进门起 女人就瞄上了房间里的刀具 严夕从背后一刀刺向黑老大的背 一刀接一刀 直到他再刀再顶 严夕拎着钱包就要离开 看着炉子上燃烧的火焰 他特意加了一把火 然后夺门而出 当黑老大的手下发现不对势 屋子里的火焰已经四处蔓延 看着地上伸中束刀的大哥 他心里的火焰也在不断上升 此时的男人被火焰呛醒 及时救出了母亲 本就贫苦的家庭 现在连唯一的住处也没了 看着儿子伤心的哭泣 母亲安慰道 这边 严夕已经赶到了机场 将钱包存好后 他来到洗手间处理手上的血子 就在他抬头的瞬间 黑老大的手下缓缓走来 尽管老大已死 但他却依旧忠心耿狗 严夕试图用钱诱惑他 可他不知小哥对钱毫无兴趣 他喜欢的是各种内脏 只见严夕缓缓爬了出来 小哥又给他拖回去 结束了这个毒辣女人的生命 警方很快发现了严夕的尸体 而监控也清楚拍下了作案小哥 几天后清洁工在打扫地上的血迹时 意外发现了储物柜的钥匙 而他就是男人的妻子 他打开柜子取出了里面的包 拉开拉链的瞬间 女人惊恐地睁大了双眼 提着钱包不知走向了何方 电影围绕着一包钱展开 不断试探人性的底线 为了生活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活着 当他们发现这笔巨额钱财时 却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喜悦 为了钱丢掉了良知赔上的性命 却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家暴的确不能容忍 却也不至于要用命来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